它的噱頭就是大於實際內容啦 我現在在哪不重要啊 這兩天賣掉到現在安格斯上市了 然後很多下班事情我說想要看一下 所以現在我打算去試一下 到了啊 它這回這個叫敷面膜的安格斯啊 先來點一下啊 買完了啊 來看一下啊 買了一個新出的安格斯厚牛寶 然後這個薯條也是新出的 就一塊買來試一下啊 先來看一下這個新出的薯條啊 它這個薯條叫洋蔥乳酪風味搖搖鼠 其實就是普通的薯條 然後配了一袋那個調料 然後多了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就是 給它倒裡頭 然後把這個調味粉放進去 搖一搖 搖一搖 試一下啊 多了一個洋蔥的味道 還有一點點淡淡的芝士味 但是我跟你感覺還是那個普通的 蘸那個飯堆醬比較好吃啊 它這多了一袋調味粉是多了兩塊錢 對比普通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啊 這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啊 新出的安格斯厚牛寶 它是兩種啊 一個是芝士的 一個是培根的 然後我這個是培根的啊 應該是從這打開 其實應該直接能拉上來啊 對直接這樣 然後分別分單雙層的 我要的這個是單層的 32塊錢一個 老規矩我們打開看一下裡面啊 上面是一層麵包 然後培根一點生菜 一塊牛肉餅 然後底下是 我剛剛看到應該是有一點 芝士 它這回這個叫敷面膜的安格斯 其實主要就是這塊芝士 應該是半融化的狀態嘛 但這個好像 融化的不是特別的厲害啊 來試一下吧 組合上 來一口啊 看它那個 看它那個介紹那個瓶應該是 有煎過 然後我這一個好像它 可能是稍微煎了一下 就是煎的不是那麼厲害啊 牛肉還可以 然後那個姿勢就是 不是融化的特別厲害 有一點說一啊 就是跟我 期待的有點差距啊 就是看它那個圖片 哇看著相當的優能 然後那個牛肉餅煎著煎著 上面的姿勢融化 看著非常的優人 但是實際上吃的話 感覺好像跟以前吃過的那個 這個 安格斯 有點變化 但是 區別不大啊 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 麥當勞的 安格斯黑心系列啊 在所有 快戰品買的那個 牛肉還滿中 算是 一直啊 算是相當不錯了 它的口感它的麵包 包括整個牛肉餅的味道都不錯 但是這位新出的這個叫 敷面膜的安格斯 講真的啊 有一說一就是 個人覺得啊 好像有點那個 玩概念啊 然後 它的噱頭就是 大一實際內容啦 吃起來還可以 但就是總體跟以前的 好像並沒有他說的 那麼大的改變 對 差不多這個意思 有沒有吃過的小伴 你覺得怎樣